地封關倒數 臺股表現更強勁 十二月二十七號開盤 一萬七千七百六十六點 再寫今年歷史新高 一度上漲超過百點 佔上一萬七千八百點大關 電子航運股帶頭領漲 農曆年前指數有望攻上萬八大關 這是第一個我覺得產業趨勢 看起來是比較偏向正面的 那第二個就是從獲利數字的角度來看 二零二十四年整體的獲利數字 應該成長十七% 如果是以現在收盤的位置來看 其實明年是有挑戰一萬九千五百點以上 選舉行情加上農曆年前 紅包行情雙助攻 投顧董事長看好 台股還有兩千點補漲空間 只是選後面臨三大灰犀牛 回黨壓力逐漸浮現 三個利空因素就包括日幣升值 還有這個所謂地緣政治 以及股短債 五百點的風險貼水減掉 差不多一萬九千五 那第一點的部分應該是年限 一萬六千三 不過好消息是 已經熬過景氣谷底 二零二四年股市主力族群 專家看好半導體 電子手機 油電車概念股 包含綠能股族群 也有潛力 再加上適逢二零二四 巴黎奧運 傳統產業 紡織 球鞋也受矚目 投資的一個氛圍上來看 我覺得選股不選市 在二零二四年會更加明確 多數的資金會集中在少數的股票 這個會是在二零二四年投資選選 操作難度會比較高 邁入金龍年在半導體復蘇 加上AI商機發酵之下 台股龍年表現 有機會再寫新高 靜新月幹明星 黃筆翰 相關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靜好新聞